講開加拿大的那條街 其實很多房子都有很多回憶 上次你去的時候 17還是18 總之早兩年就回去一次 因為我有一個Documentary 導演想去那條街 然後去到的時候 首先去到我的房子 我們一群人在外面 很鬼祟地在外面看 然後在窗上就突然閃了一個像印度人 就這樣問這群人有什麼事 差點報警 但同時後面突然有一個人 就走出來說 是否Denise 原來是我在二十多年前 在那裡住的兩夫婦 其實是一仔一女 是我的同學 都還住在那裡 還住在那裡 他還認得我 他認得孤爹孤母 不知道 他先叫我 不知道是否因為 第一那條街真的很小車 第二就是他真的看到華人 可能就立刻想是不是你呢 可能歷年來都不斷每一次有華人 他都衝出來問你是不是他 留給你 請珍惜這段友誼 你不是擺姿勢嗎 也許一天都可以的 等於我當我一次 這不是男聲來的嗎 對 但我們唱就變成感動 好任性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一來是第六十集 我沒有改過 我們第六十集 很厲害 我們今天有一個津花 一來是六十集 然後馬上就二來 不要 我們有新的成員加入 覺得我們今天是人強馬壯 雖然只是多一個人 很有規模 很有規模 還有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們喜歡你們的老花 還有你們的近視 全部都很曬 很曬 每一次大家看我們之前那個 都要擦一下眼睛 還有手機鏡頭 有些手指毛 就是因為二嬸 二嬸的風格 對 攝影的風格是這樣 美化你們的 加了軟體 進入2021年的第五集 我終於決定 還是不是辦法 這樣下去 我跟二嬸應該會互相 因為每一次完結 我會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搞不定 然後她又很沮喪 所以我終於 為了挽救的關係 為了挽救我們整間公司 不要淪陷 我就請多一個拖一個英俊落水 阿子龍 謝謝你來幫忙 還有我今天除了畫面升級了之外 聲音上我們也升級了 因為我加了一支咪 給個畫內音 不要太近 不如拿走那個背包 拿走那個背包 你照進來拿 你照進來 很casual 剛剛才說到攝影多嚴謹的時候 就亂派同事入鏡 拿走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這位專業的攝影組 他對畫面整個framing很有要求 今天已經合不符你的標準 都不行了 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那支咪高峰 OK吧 二嬸你不要再動 我補充一下 我們終於設了一支咪高峰 給畫外音二嬸答爹 哇 因為已經被人罵 說真的很懶惰 他們說很不喜歡二嬸 不是不喜歡她 而是不喜歡她答爹的時候 宇宙間沒有人知道她說了什麼 整個聲音入了一個黑洞 而換你的就是我們的摺 因為她坐著又不是站著又不是 就要像那些小學生 問答常識比賽那些 衝上去唱咪高峰 超級無敵故歌 其實OK的 不是 只是弄估我們 待會她想回答 她就站起來 然後我們看到 又忍不住笑 你說兩句吧二嬸 嗨 她要去伸長頸 另外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題材 我們很沒信心 我們不習慣沒有嘉賓 你明不明白 我們無論如何都找一個人 吉祥秀坐在嘉賓的位置 我們怕不夠說話 而且因為這個題材 有我的部分也要她補充 因為以我這麼金魚的記憶 我很多天都不記得 她可以說出來 就有Door Manager 今天也有Headphone 對 又有Headphone 很齊全 整件事很齊全 所以今集很危險 這些東西這麼齊全 我們一鬆懈 就滑鐵路滑下去 不能不鬆懈的 我們只有這個Mode OK OK 所以在這裡順便多謝 PayMe和PayPal 有支持我們的朋友 因為全靠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升級這個攝影組 還有有多個Mode 還有還有多個Headphone 是她自備的 不過自備 怕得到你了 如果大家想我們繼續 這個這麼漂亮的畫質 可以看到我們兩個Auntie 這麼清晰的 還有很後悔不發高症狀 有一點害怕 現在整場就這樣 向來 還有因為我平時通常有一些大show 一些很重要的poster要拍 我就生唇瘡 今天很明顯證實 子龍也是這麼重要的 就是因為我今早起床 差不多生了唇瘡 很生氣 哪是今早的 昨天晚上你去WhatsApp我 昨天早上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我會盡量叫她在我的頭 在高清裡面 搞一個低清 馬賽克 你有沒有Haters和Lovers 我們今天有Haters 不外乎叫你變性 變了 這頭罵完你變性 又說你有西洋一個 其實在商店 都是沒什麼質素的 我選了兩個Lovers 短短的 挺有趣的 但我看到你剛才笑到反聽 就是這兩個 第一個就是Queenie新華 2021Haters加油 不要再被他們得戚 又笑死我們 Haters 她喘了字 應該是Haters 她說了Haters 加油 是否因為她最近用得多 聽說去買Haters是買不到的 因為人們是臨急抱佛去買 買斷了 那真的很臨急抱佛 你的唇槍浪了 你原諒一下 你體諒一下 我抹不大嘴 剛才我看這個笑了很久 她叫我的Haters加油 可能她真的叫大家Haters加油 要給我們熱力 對 另外一個呢 另一個呢 叫菇打手 聽起來好像是Haters 菇母們越來越有教育意義 很期待 我就想 我們失敗 我們很失敗 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有教育意義 我們想誤人子弟 誤人子弟 任何有意義的東西都被我們毀了 我們很成功 前一集 前兩集 就是李怡 是的 要假裝了 因為我們錄的時候 剛剛這個禮拜才出動 前幾個禮拜那個是OK的 是的 她還說到好像停不了 我說我們毀了她 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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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的觀眾 她們也是賤骨頭 又是那些 我們無聊 她覺得太無聊 對 然後到我們有意義一點 她就很不習慣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笑那麼多給我聽 有些就說 我很喜歡聽阿菇的笑聲 可不可以有一隻症 只有你的笑聲 反差很大 對 很難招呼 所以我們決定不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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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少 有些就很長 有些只是讚我 我不好意思說 你怎麼會不好意思 還有一些好笑的 在Instagram 是你和我慶祝生日那集 無端端最後有一些hidden comments 即是不可以自己view出來 就是因為有些暴力 可能有hater 我一吸進去 八婆八婆 祝你生日快樂 求不加平安 原來她只要用力 多一點exclamation mark 就去抓我生日 就被hide了 好 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而且我想在這裡 已經說了八分鐘後 還未進入正題 我們還是未能進入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要宣佈 就是我們終於決定找數 終於醒起來 對 我一直心裡有不安 我是習慣要找數的人 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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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之聲 我們終於決定在農曆新年期間 我們就會找數了 耶 你會否宣佈這個日期呢 我們決定在初三赤口 找卡拉OK 卡拉之聲 卡拉之聲 同時那天也是情人節 大家如果 因為今年應該拜年活動都很渺茫 會很渺茫 大家在家拜年 還是會去拜年 不知道 現在好像不太鼓勵 政府 叫大家 現在不是有措施嗎 不知道會不會有 總之 因為新年期間大家都沒有什麼好做 我們就 見大家滿滿的 令大家更悶 看我們農曆新年的初三 2月14日 剛好是情人節 我們會做卡拉之聲 先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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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到時記得 會了 好 我們來吧 進入正題 進入正題 你不說嗎 說什麼 就說吧 說正題 今天的題目就是 這件事很虛 今天的正題就是 鄰居 是怎麼來的 我都有點不記得 是我說的 是你說的 如果你不記得 最主要是 做了很多集 都很有內容 今天就想找一集 做一些沒什麼內容 還有可能會爛尾的題材 目標是爛尾 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試過 但是目標不是 不如我們轉動目標 阿Doo 我覺得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你們的目標 你又難回答 好了 我忘記為什麼我開始想 有這個題材 丟出來 總之 我們那天就在說 說什麼 說鄰居 你又很大反應 為什麼 我試過 好像是想罵 不是 不過是因為 鄰居 你從小到大的 有一種鄰居 然後你自己搬出來 住之後 有一種鄰居 我住了這麼多地方之後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一些鄰居 是有一點搞笑 有些不是很搞笑 有些很搞笑 沒有說過 所以我就覺得 也有話要說 很搞笑 對 我一開始都想 糟了 我夠不夠話說 其實想著想著 是有的 是不夠的 現在宣佈是不夠的 去到這一步才宣佈是不夠的 對 為什麼我覺得難 就是因為 人越大 尤其是這十年 十多年 其實我是很避開鄰居 小時候反而 現在想起 就有很多 無論是我還沒移民之前 又或者是移民後 再移民回來的早期 都有一些鄰居 都有一些印象 和教曉我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 死掉 給一些異議進去 你先說吧 小時候 我對我們的鄰居 是全部的小朋友 差不多大 差不多時間生小朋友 你是住什麼屋 我是住在 沒有屋 不是 我對面是一些寮屋 但我是一個新建的私人大廈 我樓下就是一個公園 小朋友 我住的屋苑 一層樓是有很多戶 一層樓是去到L ABCDEFGHJKL 十幾戶 所以我小時候 我父母一出去做事 我整條走廊的鄰居 小朋友 都會出去踩單車 打球 我好像坐牢 在鐵閘裡 拉著 射在眼望 他們玩什麼 然後 家人是不讓我出去的 而他們在外面 有些什麼零食 都放進來給我吃 好像探監 放進來給我吃 然後有一次 不知道為什麼 被我偷走了出去 媽媽可能沒有鎖 拿鎖匙鎖實 只是卡住了 我不知道 somehow 我為什麼出去了 然後 被媽媽知道了 其實是為什麼她知道 我自己告訴她 今天我出去跟他們玩 然後媽媽打得冷靜 原來小朋友會自己報案 現在我看到我的女兒 我就知道 她自己偷吃了什麼 她會告訴我們 她會說 我剛才偷吃了什麼 很搞笑 我們就哀了 為什麼會偷吃 我被家人打到飛氣 原來她是不讓我出去玩 那你有沒有說 某一個鄰居你特別有印象 其實我媽媽住那裡 有一些鄰居還是那一戶 從這幢大廈四十多年 她都沒有搬過 是挺多的 隔壁座也是 兒子從這麼小 一直看到她高 換言之 你媽媽也沒有搬過 對 人家也是這樣說 我們是買樓花 隔壁座也是說 隔壁座不搬 我們是買樓花 買樓花之後 第一手住到現在 有一件事不關鄰居的事 但我坐升降機的時候 小時候我很兇 有一個住七樓的哥哥 一進來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他不順眼 我咬他的背部 我咬他的背部 不放他 人家會把我們撕開 從此之後 坐升降機到七樓 如果他進升降機看到我 他都會寒憂 但為什麼你要這樣咬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看得不順眼 我表達不到我的憤怒 不知道為什麼就咬他 可能是前世的事 可能我要檢查SRT SRT 我記得第一個 很深印象的鄰居 就是當時我們 林移民之前 林移民 有來 出鏡旅報告 林移民之前 我們住在北架山 你知道北架山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高尚住宅 我不知道為什麼 姑爹那時候 有錢買到 那時候又不是很貴的 北架山一上去 就是最頂的那棟 所以住在那裡的人 其實相對是比較 缺氧 缺氧 太高 不夠氧氣 家境比較好 但是你知道 小時候其實你沒有這個概念 你只會覺得 OK 我們家裡也不優米 其實我們那時候 是小康 OK 他們兩個都做老師 我記得那時候 那棟樓的頂樓 有一家是姑爹 你知道全世界都是他的學生 和他認識的人 頂樓 我忘記了他的關係 他認識那個家人的父母 可能是被逼認識的 然後他們有兩個小朋友 我和何炳經常都會上去他們那裡 其實那裡是一個Pan House 是很有錢的 還有他所有的玩具 我們那時候 姑母也不太讓我們買玩具 不是很肯買一些 遊戲機等等 我們一上去 就發財了 瘋狂打機 是的 他所有的玩具 我們都不可能有 還有還有 有那些小車 你知道小朋友 會有電動車 有那些 那時候我就是 現在這樣想起來 就是第一個 發現原來 人是有分有錢和沒有錢的 你就覺得自己是屬於沒有錢的 是的 因為他們 那家人是很有錢的 我還記得那個小朋友 叫Enrico 很有印象 是有腳的 那個小朋友 你不是鬼 原來一直見鬼 有腳的 有腳的 是 那是第一次發現 原來這個階級 有這個東西存在 因為你見那個 比你更有錢 是的 因為那時候 你又不會無緣無故 接觸一些 住在比較沒有那麼好環境的地方 你沒有那個概念 接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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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等就問他 我們當不當他存在 當他有腳的 你呢 你小時候 我小時候是屋邨 屋邨的 所以是井字形的屋邨 所以是全部小朋友開門 空巢而出 大家開門 日夜都開門 連閘也不關 那時候是很安全的 所以大家放學 做完功課就會出去玩 還有我那個井字形 玩捉醫恩 是永遠都捉不到的 你知道怎樣捉 正方形的 中間有個天井 一個捉一個在對面的時候 你就一直 逆時心或者信善親 就走這邊 那時候 遇事者過了兩年 小時候是很開心的 永遠都有人在外面玩 很年輕 我聽到都累 24小時都會跑 你隨時回家吃完飯 再出來之後 他還可以馬上加入飯 之後進階一點 可能玩幾層樓 因為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個好處是 好像我們以前去的大陸 或者哪裡 有些酒店都是這樣的 中間有個花園 一個口字 那時候我們不玩 沒有 還不夠累 你做 是假寶玉Tour 假寶玉Tour 你做show三個小時 你還會想玩 但中間通常都有一些 再玩 整個禮拜都要玩 不過anyway 這個不重要 你有沒有其他 我小時候講完 你想 大廈的時候 你發覺隔壁屋 有些新搬來的朋友 我那時候試過 他問我 你可不可以幫我女兒補習 因為我放學 他的女兒是放學 我可以帶她去我家 做功課 簡直是對面的街坊 他們繼續上班 我跟他的女兒補英文 或者教他 我跟他的女兒說 你快點做這個功課 那時候我有養仓鼠 我們做完功課 我們去玩仓鼠 玩死他 然後我們大部分時間 都在玩仓鼠 就不是跟他補習 可以讓他抱著 讓他玩 開始發展到幫隔壁屋 照顧小孩 這個我也有試過 你有試過 因為我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我想到十四五歲開始 又是同一條街 你知道是獨立屋 同一條街 街尾又一家人 你已經在外國了 對 一跳就跳去加拿大 那時候也有幫人寶寶 不過這個部分沒有話可說 說來聽聽 沒有啊 我已經忘記了 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 加拿大的屋子很疏 又不是 我那時候 其實那條街 因為我們又是一個口子 不是上次那裡 那裡 其實那裡是一個 那條街叫croissant 吃牛角包 croissant Seville 就是這樣 一個四方形 所以那條街 相對小車 因此 姑爹姑母很放心 讓我們自己 進來也有很多手汰 才可以出 所以他們不進來 四手 四手汰 四手才可以出 我們這間屋 你記得是在角落頭 我最記得 剛剛我們到處 不久 就在旁邊的屋 右邊的屋 就住了一個 伯母 我想她的小孩 已經大了 就搬走了 她是自己住的 為什麼我這麼記得 第一 就是我經常去她的家 過旁邊吃東西 你也知道姑母不煮東西 一聞到有香味就出門 我很記得那個 她經常在焗的洞 我很記得那個味 現在這樣說 其實都會湧出那個味 的感覺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有一年 你知道在加拿大 每年的Halloween 小朋友要扮得很認真 扮 但因為我們剛剛去那一年 姑爹公妹又不太懂 這些東西 不懂得幫助我們 結果在我很彷徨之際 旁邊的嬸嬸 她說 我有一個 她的兒子 小時候 穿過的一個 她叫我來 我沒有被性侵的人 她在一個抽屜 抽了一個 人這麼高的 手造 白氏玻璃瓶 的一套 這麼可愛 很合襯你 很合襯你 很開心 因為我本來沒有 想到要去那些 醫療師 隨便買過 Batman 就算了 有沒有照片 可以找到外面 沒有 這麼厲害 我忘記那個質感 有一點 有一點 潮潮的 其實有點流流的 但對我來說 很開心 很震撼 可以假裝一個 百事伴 那天 Halloween就在外面 推出 Trick or Treat 好笑 好像剛剛過那個 萬聖節 有人扮一枝洗手液 是嗎 一個洗手液 一個瓶 出了街 類似的 類似的 自從子龍來了之後 我們的節目 就不用再二十分鐘 停一停機 然後她就說 子龍真的很持久 你看 今天最開心的是 多了一個成員 人氣好成 她又奈我不何 當我說話的時候 又是 沒有得報仇 沒有得報仇 她是不會的 她已經經歷了 有練力的人 你隨便帶她去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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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說到 這個加拿大 八婆剛才停機 就想起我們小時候 要幫忙 是絲網印刷 看一個影片的時候 看到整家人 他們真的整家人在做 什麼影片 有一個YouTube的片段 在說他們籌款 那家人做義工幫助 籌款 是寵物機構 就想起我 整家人 你看到加拿大的床 有很多事情發生 收藏了很多東西 還有我講到加拿大的那條街 其實很多房子都有很多回憶 上次你去的時候 我們是17年 17還是18 早兩年就回去一次 因為我有一個Documentary 導演想去那條街 然後去到的時候 首先去到我的房子 我們一群人在外面 很鬼祟地在外面看 然後在窗裡突然 閃了一個 像是印度人 像是印度人 你這群人有什麼事 差點報警 但同時 後面突然有一個人 走出來說 這是Denise 即是說 是不是Denise 原來是我二十多年前 在那裡住的兩夫婦 其實是一仔一女 是我的同學 都還住在那裡 還住在那裡 他還認得我 可能他真的很少 是不是認得孤爹孤母 不知道 他先叫我 不知道是否因為 第一 那條街真的很小車 第二 他真的看到華人 可能就馬上想 是不是你呢 可能歷年來 都不斷每一次有華人 在那裡 他都衝出來 問你是不是他 其實他有留意 你知道你 他有 他有 很開心 說回來 當年 又是因為 孤爹孤母 不懂得 那些課外活動 那邊 是我們會 打Hockey 冰上曲棍球 我就是 女生的版本 剛好 Machin Nadeau 就是Nadeau 就是Nadeau 她的女兒就是我的同學 她的女兒也有去打女生的Hockey 所以每個星期尾 我會跟她們 跟她的車 一起去練習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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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練習 而且我記得她 因為她是不認識的 所以她最初知道我們新移民 她是帶我去買所有的衣服 很好啊 很好啊 是很開心的 而且她是 花了這些錢 我不知道 有些好像是她們二手 她沒有不用 有些又借給我 或者給了我 但你知道 其實打Hockey有很多技術 有肩膀 有手肘 有 你就從初賽 看見你 逐樣多 我想說 女生除了中間 护陰的帽子 全部都是頭盔 全身是鐵甲人 每一件事她幫我搜羅 很好啊 所以她不是認得你 不是你還不是你 拿個盔甲出來給你穿 是你了 所以我那天看到她很開心 她很疼我 還有她每天放學 會去她那邊打遊戲 然後會在她的床 去玩 哇 很好啊 很互助互愛 很好啊 加拿大那些全部都是這樣的 而且她的兒子有Hockey 在街上可以去網 放在路中心 然後我們就經常在街上玩 你也可以在街上玩 是呀 所以你那個口字 我也有 不過我們真的太大 那條街都頗長 如果要這樣追 我也會練習一身武功 你就好啊 有些這麼骯髒的鄰居 你怎麼樣 因為我大廈大廈的時候 我搬了出來住 我第一間屋是住唐樓的 唐樓其實是那時候 轉眼間已經說成年人的事 有沒有東西要補充 沒有 我那時候住的唐樓 我住了兩棟唐樓 第一棟唐樓是一棟同一個業主 所以那棟唐樓是很乾淨的樓梯 而且那棟是很多人住了幾十年 他們看著銅鑼灣由一個電車廠 變成時留廣場 沒有人過來 一條黑黑黑黑黑 很多機有味的街 變成一個購物的天堂 整棟的人都在那裡看著這件事發生 所以那時候我也寫了一些戲 寫了一些文章 都是關於歷史 有時候我回到家裡 我那時候住唐七樓 經常看到三樓 有一個穿得很漂亮的婆婆 全身粉紅色碎的絲質碎 有腳的吧 有腳的 然後我經過她下樓 我問婆婆為什麼站在那裡 她就開了一道門 開了自己的家裡的門 就站在樓梯上看下去 她就說 有人不斷按鐘 然後我問婆婆我幫你拿去看看 我下去之後就說 沒有人啊 沒有啊 不斷按啊 我說可能按錯 因為其實外面已經全部是購物的人 有時候有些人會多手按一下鐘 會嗎 我不知道 我只可以這樣解釋 我唯有這樣解釋 我不可以猜她是陰陽耳 那我就說 沒有啊 婆婆沒有人按鐘 沒有人站在門口 那好吧 她就進去 那幾個月之後 那裡就清了 鬼故事 他們是入老人院 然後我就搬去那單位 我說那裡 婆婆不是在那裡過世 她不是 她的家人見她要入老人院 需要醫護人員的照料 所以就把她送去那裡 但是我後來住在她幾十年的裝潢 都沒有變過 地磚還是幾十年前的地磚 我就住在她的單位 是不是就在那個單位撞鬼 那個單位也不是撞鬼 然後我就再 因為她漏水漏得太厲害了 於是我就再搬去對面街 看到這裡這麼互助互愛 婆婆又這麼安全 開門 這樣相信陌生人 這條街都應該可以 所以我就搬去同一條街的另一個單位 那個單位就是 我住在三樓 二樓和一樓都是賣東西的 即是她的閘不是鎖到的 是每個人都可以進來 因為她要上樓買東西 那就閘了 那一樓每一樓都不同業主 所以我們是零樓做戶外 沒有的 最搞笑的一個經歷就是 我記得我二樓 就是有一檔東西 突然間開了 就是讓一些人進去曬燈 即是那些大隻佬想曬黑自己 我不知道是什麼特技 總之她進去之後 出來就嚇死了 像Friends那個 Friends有這個叫做 噴的 不是的 她是曬燈機的 叫曬燈機 你幻想一個 我明白 不是噴的 是橫的 有兩隻的 橫的曬也行 有些是Spray Tan 不過香港應該不是這些 應該是曬 我沒有理會 因為那一樓是不開門的 那一樓是不開的 那一樓是不開的 有一天 我在這裡寫過 我寫通宵 我首先聽到 我在正的單位樓上 我首先聽到 我的單位的窗 傳來樓下 就叫 好悶啊 這樣 可不可以再對鏡做一次 好悶啊 其實我是看不到她的樣子 我想她們看到你的樣子 而她呢 其實她來人中就傳這些聲音 我也猜 可能她們開派對 或者喝酒 或者吸毒 我也不猜 但你也猜了 我也不理 她那一晚開門 在樓梯上 我聽到她 好悶啊 好悶啊 上去 再下來 然後坐正在我門口 好想跟別人聊天 然後 我的書桌其實是在門的旁邊 換言之 其實我跟她是隔著一扇門 我就在想 我可不可以開門 告訴她 你有沒有事 她在開門 我也是啊 要不要杯水啊 但我是不敢的 因為我感受到 那種瘋狂的重複一句話的狀態 不像是喝醉 不像喝醉 喝醉是會中 而是我聽到她 是一個很奇怪 亢奮的狀態 所以我就覺得 我也是不開門 但其實其在 沒有人報警 沒有人 沒有人 整棟大廈 全部都住滿人 沒有人 是開門 或者有任何反應 希望那件事 是靜靜地 其實根本就是 每回都在一個門後 全部 還有 為什麼沒有人報警 因為她是不斷上上落落的 這個就是最爆 我在寫稿的時候 她在外面 有沒有人跟我聊天 我很想聊天 而這個是一個 你認得的人 是認得的 後來看到她也不說 可能她也不記得 不過我們就不在這裡說 是什麼事 所以鄰居來說 就是比較爆 你說起這些認得的鄰居 其實我發現 原來我都試過 在不同的地方 和不同的時期 都住在一些明星旁 或者是辦公室 在一個明星旁 尤其是現在 旁邊也是一個明星 就是無意間 無意間 想知道是誰 自己上Facebook 找那個傳言 而且我現在 我住的周圍 都充滿了明星 包括你剛才說 變黑 我就想起 古生 阿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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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天樂 我家是可以看到她家 是真的她家嗎 我猜她還沒搬 傳說中是她家 通常都是那些地產經紀 等於別人搬進來 都會說 那個浩雲先住在這裡 那隻 我現在附近有誰呢 阿蔡一碟 我去過她家吃飯 而且以前 曾經試過有兩年 還是多久 還是一年 一年 一年嗎 這麼短嗎 一兩年 你也有兩年 我正在這裏 你直接黏著我的單位 就是住了林二汶 出鏡率很高的林二汶 林二汶 對 這個就要交台給我旁邊 這位 這位 Tool Manager 有什麼交給你 不是 因為我很多都忘記了 我只記得 有時候要 煮東西吃的有借過 對 那時候你家裡還沒有台 你記得嗎 是 我記得有一次 YY上來你家裡吃飯 不知道為什麼我又在 我們是要過隔離 遮桌 遮桌 他好像就是這些桌 可以遮桌 很無恥 很無恥 有遮椅子 遮豉油 還有因為 直到現在 你也是沒有櫃子 沒有櫃子 家裡 他剛才說回 是的 還有那時候有什麼 可以過隔離的房子 去印刷 那時候 你真的 漏了一份歌詞 又過去印刷 其實對於我來說 也很方便 有時候我去找他 他還沒有準備 我就會打給林二汶 我可以來你家裡 坐一會 阿菇還沒得 因為那時候 我還是明星 比較遲起來 通常出門口 會有保母車來接 就會載他 他就會來 通常會在 還沒得 在樓下等一等 呼嚇他 他還說回 那時候 曾經那兩年 住了林二汶在旁邊 就有幫到他 有時候 我記得是吃過一次飯 你來我家吃飯 是來你家 應該是在樓仔的時候 因為我跟怡文太太熟 我跟他也很熟 我經常都覺得 這兩人都很熟 誰知後來那頓飯 我才知道 他們是不熟的 很尷尬 很尷尬 怎麼兩個都黑了臉 那又沒有黑了 很誇張 原來就是這樣 原來就是這樣 總之兩人就有些格攝 有些不同台吃飯 還要是你家裡沒有食物 那我呢 那在誰吃飯 在他那裡 是煮餃子 硬要把人家的雪櫃剩下 即是在我家裡 不是 在林二汶家裡吃餃子 拿了他的餃子過來 不是 你直接過了旁邊的家裡吃 所以你身不罪 無緣無故黑面 可能有些不好的事 怎麼會無緣無故黑面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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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不熟的 他們沒有試過這樣熟 那時候才知道 原來他們是這樣的 很搞笑 那段時間應該都經常不在香港 還有他可以幫忙餵貓 這個 怪不得搬走 你這傢伙 不是經常的 但是有 那時候他的狗是否住在他 不是 四四有空 我沒有幫他餵狗 沒有 但是他有幫忙餵貓 有時候我看到他 你可不可以幫我拿東西給阿菇 你掛在他門口 你回家 你上面掛在阿菇門口 我叫他開門口 是 還有你有沒有說 有一次阿Gee進去的那裡 我忘記了 我完全沒有印象 因為我想可能是我上來你 你不知道怎樣 你不知道要說你好還是怎樣 阿Gee通常開門 他會衝出去 就是衝出去 走啊 他跟貓仔都很喜歡衝出去 還有我經常覺得 那些貓是覺得大門 其實根本就是一間屋的另一間房 為什麼你們經常不讓我進去 又不讓我進去 而且經常進去這麼久都不出來 其實是走了 沒有 因為真的在旁邊 他就走過去 看著看著走過去 走過去兩步 但又害怕 然後又走過去 即是沒有進去 進去的 進去門口一點點 但他那裡不認識 他不認識 還有沒有 我完全沒有這些印象 很方便 有這麼近的人 幫他撿屎 一次可以探望兩個朋友 你剛才說幫朋友撿貓屎 我記得有一個導演朋友 我以前住在銅鑼灣 他住在跑馬地 不完全叫鄰居 因為他那區最熟悉的是我 他回大陸 總之他飛了出去出發 他就叫我幫他餵貓 他就順便在我家裡寫稿 你那裡這麼迫 是不是我來的 你也有來過我家寫稿 不是 是跑馬地 總之他養了兩隻貓 三隻 叫我上去換貓沙 我寫稿 寫稿 寫稿 然後幫他換完 我便在他家裡喝他的威士忌 搞完一陣子 我便回家 然後我朋友打電話給我 黃銘斯 你那陣子寫稿稿 寫稿稿 你幫我換完貓屎 你把貓屎坑的開口對著牆 所以他們進不去 他回來的時候 門口的地毯全部都是尿 沒辦法 那些泡沙就要出來聽 然後他一回去 馬上看廁所 就看到門向了牆 那一刻當然是火爆 但爆完之後他都說 你那陣子真的很慘 你搞到我的貓沒有了廁所 這是你家旁邊 不是 我住銅鑼灣 他住跑馬地 你順利幫他 他就托褲錯了人 但你也有養貓 是的 我兩隻很近我 馬上告訴我 調轉了廁所 如果我真的做蠢事 但那兩隻我離開後 他沒有仇報 唯有弄濕了門口的地毯 謝謝 那我就 沒有興趣 那我要接 你已經接了他 又要再接你 我另一個明星 其實有一次也有說過 而且我不敢太放肆 我怕他萬一這麼多集 又剛好聽正這集 就是那時候最早期的Google Music Studio 旁邊就是有陳奕迅 你有沒有印象 你當時幫我 我有 他有沒有對你做過什麼 他就是過來經常吃你們的東西 他沒有東西吃的 你做回你對林二汶做的東西 沒有東西吃的 但他經常會吃我的時間 因為他出了名是很需要找人聊天 我一次也說了 你忘記了嗎 你按住門 對 沒有的 也不外乎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是被他抓進去 然後就好像進了一個黑洞 那時候我記得其中 有一個唱片公司高層 Tony 他也是被他抓進去 然後人家明明是早上要上班 說八、九時要上班 然後那天他跟我說 我迫著要聽他的demo 聽到五時多 這些鄰居就是比較熱情 Tony不是在這層 他不是的 他是純粹來訪客 去跟他聊天 那你在他旁邊做事的時候 聽到他的studio有沒有怪聲 那也沒有 但我是很take advantage 他在我旁邊 就是因為我的結他太多 而且我們不是經常開著冷氣 他就是富戶 首先他那個是很大的 他那個studio 我們最開頭 為什麼他在我旁邊呢 就是因為我們同時在找studio 剛巧找到那個地方 就是四千尺 四千尺 他旁邊不是跟我們以前一樣嗎 不是的 你沒有進去嗎 我沒有進去 總之我們在找的資際 就是找到那一層 是剛剛有人放出來 就是整層沒有長 沒有成的 就是一個 然後我們就說 如果這樣 不如我們分享這個地方 就是這樣 就是左輪右理的關係 所以你就斬了三分一 他就用了三分二 是的 我們那裡有千多尺 其實他好像是二三千尺 他是用了大部分 然後他裡面就有 就給你一個廁所 裡面不是我們廁所共用的 有一間房間 有一間專門放一些吉他 他所有樂器的房間 就是恆溫的 而且長期都是一個很好的濕度 那我當然把所有吉他都放進去 所以他就是為什麼 上次我們做完那一集男人呢 然後他打來說他聽了 就是因為他跟我說 我最近在收拾 他還在那裡 原來不是嗎 好像是 他搬了 不是 還是我聽錯了 可能是 總之他就說他在收拾那裡 然後就找到 有幾支吉他是不是來的 你放在那裡忘記了嗎 我完全忘記了 都要看一看 他發照片 是不是呢 好像沒有什麼印象 但是好像是 那時候 那時候 有沒有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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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好像沒有 好像還沒拿回 怎麼辦 你繼續放在別人上 好像還沒拿回 你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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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錢 當然了 我當然要洗盡他 有大吃大 當然了 還有那時候樓下是Jan 我們也不太熟 但有一次我們要一起做一個Live Food 我和明仔 終於可以進入他的Studio區 我們那時候在七樓 他在四樓 他那裡是沒有東西的 只有牆和桌 他那裡好像有一個平台 我記得 我看到下面 總之我那裡看下去 就有一個 一個草地仔 不是草地 是足球場仔 但永遠都沒有人 總之他就在我們樓下 而且樓上是Kao叔叔 所以那時候也挺開心 你好像有些結他 現在也有鄰居 你也有些結他在Kao叔叔 我記得 你到底有多少枝結他 你這些結他 周圍播種 周圍都有 沒有 拿回 那邊就拿回 不好意思 因為別人搬所以拿回 我還有兩枝放在家裡 還有 因為那時候太多 你也有放給我 不過我這麼細枝 你也知道多少 是嗎 說笑而已 所以有鄰居也挺開心 有些認識的鄰居 而且一起都是那一行 一口一撞臉 吹吹水 不過你那個吹吹就很長 我也是 我儘量避免會有些太長的事 我自己工作上的鄰居 是不認識的 我最近租了一個小小的房間 給自己寫東西 我鄰居 那個風水佬 我鄰居是做一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 跟教育有些關係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他在做什麼 但總之他是聊無限的電話 還要開講話 所以 你聽到 聽到 所以我也不敢在我的房間 聊電話 因為我不知道鄰居聽得有多清楚 他是很大聲 只要他上班 我一定要帶耳塞 不然我就會知道他整個行程 我聽到過 他在推銷東西 推銷東西 推銷到 你相信我 對方就是不相信他 我是聽得出 對方不相信他 而請他吃檸檬 我先考慮一下 你剛才說的 我再報告一下 是這樣的 這麼硬的聲音 對 你也知道 他在推銷東西 要用單田的 很大聲 用一個小小的 為什麼 我相信 圍著幾間房間 全部聽到 我們聽到 他被人踢倒了 用一個小小去兇人 一邊就是銷售的課程 另一邊就是風水路 那你真的要帶耳塞 我要搬 所以你沒有再用 那裡是不適合我 因為實在大家都太說話 而我本身也很說話 但我不敢在那裡說話 因為我免得他們聽到 那個是何韻詩仔 如果他們不是黃 他們在門口掛內臟 什麼內臟 突然知道我在那裡工作 突然間 豬潤 你晚上就可以煲湯 我們這些鄰居 都算是好 那些煩惱 只不過是我們 比較吵 那些煩惱的地方 你還可以回家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樓上 他租的時候不知道 他租的時候看樓還可以 誰知道他在樓上 有一個小朋友 是四五歲 一天到一刻跑 是黃梅跑 我的朋友是寫作的 他瘋了 他上去說多少次都沒有用 因為他在樓上是買的 而小朋友大 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他很崩潰 而且不能跟他鬥場 不能跟他鬥場 不能跟他鬥場 不能投訴 你去管理處投訴 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他真的是 我們有叫的了 真是不好意思 媽媽幫他看 然後由他跑 我的朋友瘋了 你說這個 我想起我以前 剛剛畢業出來做 我做過一些 私人屋苑的物業管理 是嗎 你做過這樣的事嗎 對 那些是保安 不是 在辦公室 回魂夜那幾個 黃一飛就是你 黃一飛 不是 那些 管理處 有些辦公室 在Cup House裡面 不要緊 之後有個阿叔 他應該是有點思覺失調 他經常說樓上很吵 有些腳步聲 不停投訴 當我投訴 而上面 其實只是住了兩夫婦 沒有小朋友 最終還是受不了 因為他在不停的阿叔 用東西抬起他 抬起別人上面 說別人上面也沒有吵 好了 那上面已經搬走了 但是那個阿叔 再來投訴 然後他就說 隔空 在上面那層 放一些電子蜘蛛 來敲他的窗 神經病 我們那時候 那怎麼辦 電子蜘蛛 因為那些全部都是買的 那些業主也不能叫他搬 那時候唯有慢慢 如果你真的聽到有電子蜘蛛 你就跟樓下的康奸說 那我們就用電筒照一下 他就接受了 你回應得很好 不是去看 用電筒照一下 如果那個阿叔是住十九樓 那個電筒是要用Batman的電筒才能照上去 但那時候 平時做粗的Sport 他只是住二樓 不是 三樓 就是iPhone也可以照 很敷衍他 照了沒有蜘蛛 那他又接受了 沒有辦法 好 再說一說 就是靈異那邊的鄰居 我們要停 這個我們要說 這個我們要說 我們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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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賣個尾 我這樣想 以前的鄰居 很慨嘆 我現在的鄰居 就不認識 我不知道大家 不認識 還有我 外於我個人的鬼祖 要很避開 不只不認識 是不想認識 自從林二汶 一天都是林二汶 他為什麼要離開 如果他沒有離開 我就覺得很避開 我最近搬了一個新戶 不斷唱卡拉OK 其實也算是還好 因為我家的屋苑的材料 應該是挺好的 不是很能聽到 但是 你的貓就瘋了 因為他們聽得很清楚 也沒有是還好的 你感覺到很多人走來走去 在電梯口那裡 你知道我最近還有 暗鏈的憂慮 會不會被人抓 近來她搬來幾個兩個月 人生 西山 有幾個 是經常開電梯 還有那些 兩點多兩點 很晚 那些時間不應該 那麼繁忙 突然開電梯 我心裡又會離開 不過沒有辦法 真的比較可憐 但我們那些屋苑和鄰居 也不錯 見口見面也會打招呼 大家做食物 你做蛋糕嗎 對 她聞到我們做麵包 你做麵包 都是一些關心 那你今天的錦囊是甚麼 錦囊就是 遠親不如近輪 不是啊 你那天反過來說 近親好像有點噁心 近輪不如遠親 近輪不如遠親 保持距離也是很可憐 這是甚麼感動 好啊 今天多謝這個子龍 他在這裡忍受我們整集 有甚麼感想 挺好的 挺好的 OK 什麼 我怕最飛出來也很低 他在怕更壞 沒有我購人工 繼續是 那我們就很黯然地結束了 如果大家有甚麼對鄰居的看法 都可以寫給我們 我們就不理會了 那我們就今天 我們上一次 本身是留給李懿的問題 Ask Gu 我們就再問一下 好啊 因為上次太長了 是 那我們就問第一條 我問好嗎 好啊 香港人就問 Gu和八婆你們好 我是一個很愛香港的香港人 但最近的無力感 令我不知怎樣走下去 因為成長環境和社會運動 我的抑鬱症和焦慮症 終於在去年爆發 吃了一年藥 有好轉 所以停藥 但最近的depression又回來了 所以又開始看醫生 我自知最大的問題 是依賴了身邊的人 和事去給予安全感自己 instead of自己給予價值自己 我看到Gu的IG說 如果人生的目標是不斷追求靈魂上的進步 那在最不穩定的時候 也有機會找到最大的快樂 我想問Gu 怎樣可以做到追求靈魂上的進步 有什麼tips可以救一下 不知道怎樣走下去的我呢 Thank you 香港人問你 很難回答 很重 二嬸玩 不是啊 那是給你疑答的 我們跳下去了 我們打給他 Mr. Lee 不好意思 又是我們 不過你追求靈魂上的進步 對他來說是否有點虛 對他來說 我想因為我們比較難在這個狀況給予意見 因為他不只是想去追求靈魂上的進步 他帶著一個抑鬱症的狀態 想走出來 其實我們身邊也有很多人有這種症狀 尤其是上年開始 我發現是真的很多朋友 本身你覺得他是沒有這些問題 不知道是疫情還是運動 所有東西加起來 很多人都覺得這些問題浮面 始終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症狀 我覺得我們很難去 平時那些搞笑地去解答 其實是很困難的 我覺得那個 我真的 我和朋友有抑鬱症 或者有焦慮症 或者坐鬱症 這些事情 我都不會太反感他們去用藥 因為我覺得這個不是你感覺的東西 不是我覺得我要快樂就快樂到 而是分泌有問題 這是一個醫學上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需要吃藥 你就先試試吃藥 讓自己可以休息一下 不要再想太多 當然吃藥 因為我沒有吃過那些藥 所以我這樣說是不公道 有些副作用 會令你不舒服 你又很想不吃 但有時候 可能你需要藥物的時候 都不應該太抗拒 一定要逼自己用什麼方法去拿走那樣東西 因為有時候吃藥是重要的 我覺得 不吃藥 你就再想 或者不睡 或者睡不到 有時候你可能很多晚上沒有睡 你只要半顆藥 我亂說而已 很少份量 你睡一晚是好的 其實對你已經舒緩很多 我覺得是 不要想到 一步就要靈魂大改造 而是要逐少去維持一些快樂 好像你那一集也有說 你要做好一個目的 不要想到一個很大的 會反轉那樣東西 你逐少去找那個快樂 我想我自己傾向是 因為我真的看到太多朋友在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只能靠想像去給意見 也不是很公平的 我純粹在一個 例如有些朋友 他們都很迷失 或者臨近邊緣 但未去到這個狀況 其實一般我都會 首先送一本金剛經給他 我覺得找一些方法 不是說去迷信 而是你怎樣去 令自己平靜下來 我覺得靠不同的人 可能不同的東西是對的 例如我就是 我念經是可以幫我重視 你當那樣東西是有另外一些智慧去輔助你 我反而不是當他是求神 所以他可以幫助我 因為我想很多這些問題 是來自外在 很多聲音 很多東西吸收 之後你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你不知道怎樣去消化它 所以你找一個時間 讓自己可以呼吸也好 或者用自己去找一些方法 是適合你的 去令自己真的可以這樣下來 那個氣氛去下來 我剛才你說的東西 也引起我 我覺得你那種抑鬱和焦慮 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去控制一些情況 或者有些東西是被動的 我建議你 你可以開始 而你可以完成它的東西 讓自己完成它 例如我們會做麵包 從掃揚麵粉加水加烤霧 用六個小時或三四個小時的時間 令到那些不能吃的東西 變成能吃的 你會看到有東西完成了 或者你真的不懂做食物 你做模型的顏色 或者你甚至選一條行山徑 讓你完成它 我剛才是想你引起我 總之被我說了 不要緊 因為我最近 我想早兩三個月 我有一段時間都很卡住 未去到有瘋狂 但在我一個這麼正面的人 突然有一刻 整個人都很困難 有個朋友建議 你應該要開始走山 要出去大自然 不只是在家裡做運動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幫助的 你去很多樹 總之有天有地有陽光 有大自然的地方 其實那是一個療癒的能力很強的空間 把那些東西交給大地 甚至乎有些朋友行山的時候 建議你見到一棵樹 你覺得可以把那東西交給它 你可以碰住它 然後把那些東西交給自己 然後把那些東西交給它 那是有用的 絕對是 是不是 子龍 大聲一點 聽不到 這兩天試一試 碰到樹 你選一棵大一點歷史的樹 你看清楚的情況 不要有黃蜂 你不要浪漫 被蜜蜂針 你在安全的情況下 去抱著一棵樹 或者你抱不住它 你觸碰一下它的根 它的根是繞著地 所以你把那些東西交給它 給自己一點時間 它會幫到你 還有我推介香港有很多古道 古道是特別多一些大的樹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 對 好 那我們再問一題 一題 最後一題 大鑊飯問 Hello 黃絲韻 是這樣的 接下來可能有機會去北歐工作 長工 但另一半因為家庭關係 短期內都會留港 所以如果我去北歐定居 就一定要long distance 想請問你們有沒有long distance的經驗 可以分享一下和怎樣看 Fence 原本都是想問李懿 對 又要打給她 對long distance沒有經驗 前輩 因為 因為話說李懿 就是和她的太太有很多年的時間 分開兩地居住 對 內地和香港 你有沒有 有 有啊 我和我先生 不是長遠一點的 初頭 但是兩個月而已 不是 我和她拍拖 很棒 我和她拍拖一個月 我回香港半年 然後回去找她 我們長遠一點的時候 很短 半年而已 所以又是馬上沒有話說 每天都會瘋狂 每天都會瘋狂 聊電話 不過看她這個 已經拍拖了 對 也有段日子 也算穩定吧 是 是 又猜別人 又猜別人感情不好不好 如果本身穩定 我覺得就好過你 不過是十變 告訴你 麻煩你改名字 改得很適合 對 如果你有新環境 新同事爭作風 你身得這麼重要的時候 其實有開放給自己 去發生任何事情 而且很考驗 他們的感情有多深 我們化了她的Long D 化了她的Long D 即是叫她算吧 我就覺得 她叫錯我們的名字 真的 要很多力去維繫 而且究竟那個 有沒有一個可見的將來 如果你說根本沒有 她永遠都留在香港 你永遠都留在那裡 那就算了 有少少難 對 很難 我覺得見步行步 不用想太多 你還想著她 就打個電話給她 你那天不想打給她 你就不要打給她 不知道說什麼 用後再解釋 寫多些術 其實我覺得她分開是有一個分開的浪漫 假設你的人是享受這些浪漫 因為有時候 其實人本身都是個體 即使兩個人在一段關係裡 其實你都應該自己有一個成長 幸運地跟對方一起成長 而那個成長不是說你在同一個空間就可以做到 有時候反而你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緣分有這麼深 其實可能這樣也有她好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是導致一個 等於是好或者是不好 不應該是一個障礙 阿Doo 怎麼看 怎麼 突然有一個寫廣告出現 是寫廣告 是 為什麼要問我 咦 有點起降 沒有 你怎麼看 我想她純粹看到她太久沒有說話 是 沒有什麼深度 不是的 無論如何 我也很贊同 見步行步 哭腔 不是哭腔 神經病 沒有啊 那真的 又未結婚又未成功 其實大家都可以有其他選擇 她們真的問錯人了 我們問問Kiri T 她站在後面 她已經站在後面 來了 Kiri T 有音 我們下次再問你 下次再問你 沒有這件事 Long Team 不行的 哈哈哈哈哈哈 幫我們好好總結了這集 總結了 不行的 不行的 所有事都不行的 鄰居都不行的 鄰居都不行的 好了 我們今天就 求求其其 就這樣算了 六十集 六十集 又回到求其的頭 真的糟糕 本來到了五十集 說要走 這個Sentimental Line 現在就回到廢Line 廢Line 沒有辦法 我們下集有Kiri T 做我們這個 駐場歌手 不是 她是想來平反 平反自己 可能會來更大的羞辱 更大的災難 大家留意我們下一集 Kiri T 我們的題材是什麼 不記得 就是講你們這些山羊座的 什麼叫我們這些 你沒有的 那些蛇龜 對 與蛇龜共存 去挑剔你們 這次繼續歡迎子龍 還有謝謝二嬸旁聽 有什麼感覺 和音 好像在唱和音 唱歌手 你應該要拍一拍 通常那些和音都很投入 但你有什麼感想 你終於不用理你的相機了 不是很好 但有時候都是說話的時候 好像你們聽不到 聽到 聽到 我們故意不理你 好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記得like subscribe 還有2月14日 初三 赤口 下那之聲 和你們死過 Yeah 拜拜 拜拜 拜拜